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虽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但并没有掌握过核心权力 习仲勋 陕西人 祖籍河南 1933年与刘志丹等人创建陕干革命根据地 1936年刘志丹逝世 阴谋家坚持认为他死于政治谋杀 有意思的是 如果把刘志丹的死与宋江的夺权之路相比较 竟颇有几分取境通幽处缠房花木深的味道 1952年高岗 饶术时邓紫辉 邓小平 习仲勋 无马进京 习仲勋就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很快高饶事件爆发 毛泽东想利用高岗打击党内根正苗红的苏联派 一击不中之下马上断职求生 习仲勋虽生性谨慎 还是因为和高岗的关系受到牵连 邓小平却因此事崛起 1956年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常委 习仲勋仅是中央委员 196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 因小说刘志丹 被定性为利用小说反党替高岗翻案 刘志丹作者李建彤是刘志丹之地刘景范的妻子 他还有个著名的女儿叫刘索拉 实际上在80年代 各个领域崛起的精英 多是红色出身或大院子弟 且说习仲勋作为陕北邦的投命人物受到整肃 1965年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 不久文革爆发 习仲勋虽然也受到了严酷迫害 但因为远离政治中心的漩涡 性命反而得以保存 文革结束后 他来到广东做一把手 又站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 从习仲勋身上 不难看到人生命运的沟壑纵横 他与第二任妻子齐心 育有两子两女四个孩子 他们的长子便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习近平先生 即便我们前面说习仲勋没有掌握过核心权力 但就算在权贵遍地的北京 习家毫无疑问仍然是最高等级的红色家庭 1953年习近平出生在北京 幼时入读北海幼儿园平时寄宿 后进入北京市巴一学校同样在学校寄宿 这实际上也算是北京红色家庭和干部子女的一个传统 王硕的小说看上去很美 就详细描述了寄宿制幼儿园的生活状况 文革爆发后 中国经济陷入瘫痪 因为无法解决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 党中央开始号召年轻人上山下乡 1969年老三届习近平来到陕西沿岸的梁家河大队插队 所谓老三届是指六六至六八届的初高中毕业生 其中也包括六九届 大批城市青年去往云贵、东北、西北、内蒙等苦寒之地 甚至不乏热血青年主动要求到艰苦地区学习锻炼 相关资料显示 中国知青总数约为两千万人 这期间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 还催生出了一大批影视和文学作品 农村的生活极为艰苦 仅仅几个月后 习近平就从陕西偷偷跑回北京 后在一副劝说下又返回了梁家河 1975年 他以工农兵学院身份进入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 所谓工农兵学院 是指1970年代各大学按照推荐制招收的大学生 文革后该招生制度即被取消 1979年 习近平从清华大学毕业 此时父亲习仲勋已复出 他得以进入中央军委办公厅 担任父亲的老战友耿彪的秘书 也是这一年习近平与第一任妻子柯玲玲结婚 柯玲玲父亲柯华当时是中国驻英大使 传闻他想移居英国 但习近平不愿同盟 两人因此产生矛盾 结婚仅三年后便解除了婚姻关系 期间未育有子女 后柯玲玲移居英国 1982年 习近平开始担任河北正定县县委副书记 主要原因应是耿彪的失势 1981年 耿彪的军委秘书长被邓小平拿掉 只剩国防部长的虚职 到1982年 国防部长被张爱萍取代 国务委员也被免去 后来邓小平又一葫芦画嫖 剑次免去了习仲勋的职权 此事后话 在正定工作时 正好中央电视台拍摄电视剧《红楼梦》 原本剧组只想搭建摄影棚 在习近平努力沟通下 最终决定兴建荣国府 落成后 《红楼梦》再次拍摄了 《原非省亲》等著名片段 《雪山飞狐》 《东方商人》等诸多电视剧 也再次取景 现荣国府认为正定县的旅游景点 截止到2024年的今天 习近平共六次访美 第一次来到美国 正是在正定工作期间 当时他与河北省的一个代表团 来到爱荷华州的小镇马斯卡廷 考察当地的农业和畜牧业 马斯卡廷位于密西西比河畔 这条河对于在中国 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人来说并不陌生 大作家马克图文的竞选州长 被收入中国的语文课本中 而与密西西比河关系密切的他 曾数次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及这条河 不如这样说 许多中国人都对密西西比河 怀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熟悉感 习近平在马斯卡廷考察期间 曾居住在当地一对普通夫妇的家中 2012年时隔27年后 习近平再次到房小镇 访问期间便引用了马克图文的话 还谈到密西西比河的日落景象 一直留在他的心里 2023年时隔38年后 习近平在加州又宴请了马斯卡廷的老朋友 足见当年的一段经历确实在他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1985年 习近平空降到厦门市做副市长 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是向南 向南父亲向宇年与习仲勋是战友 习仲勋任隋德地委书记时 向宇年是隋德地委常委 不过政坛风云变换 1986年向南因禁江假药案离职 当时当地制造的假药被销往全国 人民日报还对此事做了详细报道 在厦门工作期间 习近平与歌唱家彭丽媛惊人介绍后相恋结婚 彭丽媛是山东人 1962年出生在山东运城 父亲做过运城县的文化馆长 母亲则是一位戏曲演员 80年代初彭丽媛因在希望的田野上一曲成名 他参加过窦温涛的节目《枪枪三人行》 这期节目至今仍然在网上流传 节目中的彭丽媛给人留下朴实 健谈和乐观的印象 1987年习近平与彭丽媛在厦门结婚 婚后育有一女 且说福建省委书记向南因禁江假药案离职 习仲勋也逐渐失事 不过与向南关系紧密的贾庆林 当时还在福建做副书记 贾庆林在一级部工作时 一直是向南手下 向南对于贾庆林可算有知欲之恩 1988年习近平调任福建宁德地位书记 很多人认为从厦门到宁德是名声暗将 实际上这次调职为他日后的工作提供了必要资历 在宁德工作期间 习近平发起反腐运动 当时当地的官员占用工地四盖住宅 习近平在不到一年时间内 共查处400余人 其中科局级77人 副处级以上18人 清退工房1900余户 这次反腐运动震动了整个福建政坛 传闻由于接任向南的福建省委书记 陈光毅不喜欢习近平 致使他在仕途上频频受阻 直到陈光毅调走后 他才开始出任福建省委常委 兼任福州市委书记 2000年 习近平升任福建省省长 期间协助中央处理远华案 远华案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大案 仅处理此案的专案组成员就有2000多人 有500多名官员因此下台 其中14人被判处死刑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多年 按照旧式说法 福建可算是他的龙兴之地 他手下重用的官员 不少都出自福建 如蔡奇 王小洪等 喜欢八卦的香港媒体报道过一则小道消息 习近平在福建时曾到三明市大金湖地质公园旅游 其间有一条大鲤鱼忽然跳到他乘坐的竹筏上 令同行的人惊叹不已 鲤鱼跳龙门不久 习近平便调任至浙江 在此期间他进入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独在职研究生 后以农村市场化研究为论文题目 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2007年习近平调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当时的上海官场因陈良宇案风声鹤唳 他很快稳定住局面 除此之外还安置了受到儿子牵连的陈良宇父母 陈案发后老两口从市委大院搬出 他们之前的住房又已上缴 竟面临着无家可归的局面 上海市委便拨款给陈良宇父母购买了一套住房 江浙也可算是习近平的龙兴之地 手下李强、慎海雄等为浙江帮代表人物 2007年对于习近平来说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他连升两级 直接从中央委员升任政治局常委 外界开始认为习近平与李克强有可能成为胡温接班人 2012年中共在十八大完成了权力交接 习近平正式成为中共总书记 隔年又接任国家主席 自此中国正式进入习近平时代 普遍看法是习近平的上台具有偶然性 是中共内部各权力集团激烈斗争的结果 也有人喜欢分析具体人物在具体事件中的作用 实际上习近平的上台有其必然性 文革后邓小平发展经济需要技术官僚 曾经被太祖打翻在地的士大夫集团重新崛起 加入世贸后中国经济开始腾飞 中国各地进入快速发展期 士大夫集团也因此不断发展壮大 这时的中国面临着政治改革的压力 但对于中共来说 政治改革等同于放弃权力 有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前车之鉴 中共不可能放弃权力搞政改 所以作为党的自己人和忠诚干部 习近平的接班成为必然 也有一种看法认为 习近平和他的父亲一样 有着谨慎宽厚的个性 他的上台可以避免更加激烈的权力斗争 也会善待党内前辈 习近平上台后 在军队展开反腐运动 顺利掌握了枪杆子 后依次改造公安和武警系统 在枪杆子之后又掌握了刀把子 2018年中共修改宪法 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这为习近平长期掌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习近平曾在中共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 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但他的真诚和决心恐怕要以失望告终 中国官僚系统的腐败大概超过所有人想象 2023年爆出的火箭军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更重要的是中国离不开世界 当然这点恐怕多数中国人并不认同 中国是一个如此美丽的地方 它是我们的青春和故乡 北京的夏天 早晨的风微凉 早点摊上挤满了准备上班上学的人群 嘈杂声和太阳一起从大楼的身后升起 又是繁忙的一天开始了 从前从前的某一天 中国人就是这样生活着的 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未来就像宇宙一样 无限和漫长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文婷 咱们下次见